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im Damn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王柏欽 我是一個37歲的迪大夫 響鐘、英國 響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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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車 響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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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響鐘 20秒台 有30秒台 B España B 代表什麼 可以是 Breaking 直接這樣翻譯或破壞 Breaking 它還有另一種意思 突破 突破你自己 展現你個人的態度也好 風格也好 以前的話我們稱之為聽節奏的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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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但後來現在大家都會自我說話 欸 大家好 我是B-B-B-Gino 我是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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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no 它已經不再是名詞感覺局限在以前遇到 它是態度來帶出這個舞蹈 Solo它先出招的時候你會看到說 它在表達憤怒 它在表達了 它在數落對面這個人 它的動作什麼是很明顯的這樣子 你會看得出來它們在對話 從藍華拳門隊的南黑翔 黃柏樹 黃柏樹已經至今成立11年了 對台灣 對我個人我覺得影響非常大 大家都說我們是夢幻聯隊 只是為了影響的存在 其實組紅柏打還有另外一個很特別的意義就是 這些精英選手這些前輩組在一起 祝福要送給台灣 所以我就以前就希望說把這個 這個團隊的效應跟我們什麼在裡面得到的經驗 你們回到你們每一個團裡面自己去 經營你們自己團 你們分享給你們團 然後讓你們每一團自己的本命團 拿下世界的關注 我們去當評審也好 我們去表演也好 我們是不斷的跟各個其他地區的隊伍告訴我們 我們是怎麼樣得到這些人 我們是不斷的 我們是不斷的 然後我們是不斷的 我們要不斷的 我們要不斷的 等一下 然後我們要不斷的 我們要不斷的 對 跑來 你還不斷的 哈 所以你剛剛他們在一堆 黑鬼 你也不斷的 那這個人 應該是最遠深難忘的因爲整個全世界技術很開放 我現在有兩個孩子 我有一個大兒子還有一個小女兒 她現在已經會講話了 所以媽媽都會跟孩子說 爸爸是去工作 爸爸要去練舞都是工作 爸爸去當評審 或者是爸爸去表演跳舞那都是工作 我都會常常不斷在腦海裡檢視我的舞蹈跟家人的順序 應該要怎麼調配的家人 Breaking 我認為是全世界最難的舞蹈 它不能只會地板動作 如果你把它設限你只是跳地板動作 那我覺得你也小看著它 它一直在進化 但你的技巧如果很好 但是你沒有Sense的話 你也展現不出這個東西 它一輩子可能都鑽研不完 因為你可能要融入了其他舞蹈 所以現在有很多人把Be-Boy融入了現代舞 然後甚至讓它跟芭蕾發生關機 讓它跟很多 就是上帝一直在推我 一直把我往前推 街舞是一個最直接能夠表達的一種表演藝術 我認為如果街舞它真的是有那麼有藝術價值 有娛樂效果的話 我覺得芭蕾比賽可能太可惜了 我覺得它是可以創造屬於自己的秀 屬於自己的音樂 自己的故事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體會到街舞美麗 街舞可以發展成另一個層次的藝術 我們製作的夢舞街這一齣舞台劇就是要有這樣的企圖 劇名叫夢舞街 倒過來就是街舞夢 Level Up的時候 有時候會有一些挑戰 任何事情真的都一樣 即使是你最喜歡的事情 你能不能就是享受在當中 然後你能夠讓自己變得更強 那街舞夢跟夢舞街就是我現在做一件最喜歡的事情 但是這個過程真的很難 因為我創造出來這個劇情 有很多需要檢討的地方 然後我要怎麼樣讓它更好 但果然還是真的做出來了 所以我第一步 最難的一步已經實現出來了 那接下來我其實是滿期待就是這樣子的 夢舞街能夠越來越好 然後給大家能夠看到 我是黃柏青 我是台灣的霹靂舞者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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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師傑 謝謝老師 謝謝藹呢 謝謝藹呢 謝謝 iv幕一些音樂 感谢观看